三十七 東方日報 大學延伸沙士病毒制約 2015年7月14日 港文A06本部綜合報導 南韓的中東呼吸綜合症 俗稱新沙士 疫情續緩和 連續第八天活有新增病例 當地保健福祉部週一通報 新沙士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並無增加 確診患者人數維持186人 總死亡病例認為36宗 本港圈煩了鬧中心作疫沒有接獲中通呼吸綜合症懷疑個案 而由城市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合作的 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誇種傳播和之病機制的分子基礎研究 獲研究之助局之助4670多萬元進行 項目統籌人 港大微生物學系主任胡超日表示 研究集中三方面 首先是新沙士冠狀病毒的進化機制 傳播途徑 其次是病毒抵抗免疫系統的分子機制 最後是病毒在宿主的肺部和肺部以外器官的複製及致病機理 他預計一至兩年後 可研究出病毒中大部分基因的作用 從而協助製造針對藥物及疫苗 新沙士最新疫情南韓確產人數 無新增 維持186人死亡人數 無新增 維持36人泰國確產人數 無新增 維持1人 以出院菲律賓確產人數 無新增 維持2人 鬥1人 地域 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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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職